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老百姓 亲历又干承 终管无千年 它蔓延是心情 从上的是浩劫 亲爱的是英雄 就在这里有一位 任车方美战功 啊 下 要乱三节云 三人一个心 怕怕到未经那个道 堂堂没染过 岛上有沙腾 心里有个细雨 它脚下走个针 雪里流着油 眼底含着情 身上提着红 脸上写着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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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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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仓 在 前往冀州走哪条路为好 小人以为走此小道为好 小道毛贼众多还是大道妥当 要走大路要经过一座古城 凡过古城的一人一马非得完税 那得要多少银两 一人一马需二钱文银 道也不多 走大道 如贷钱财货物 那有如何完税 二八得来便是携带十两银子 需交出二两税 如此大的税收 谁愿交到的 往来客商都愿意完税 君侯不知河北这一带道上强人众多 过往客商常常被抢劫财物 甚至有的还丧了性命 凡在古城完税的客商都得有一张凭证才行 百里之内若与强人抢了钱财便可拿着凭证往古城报案 古城县令便按所失财物原价赔偿 你看这个县令还是挺人意的 县令哪来这多钱财 将军啊 这县令啊 倒无多少钱银 却有一身天效无敌的本领 逢得被劫克商啊 钱财丢失不满百两的 他便立刻给赔偿 如果丢失巨额的呀 他就帮你追回呀 这县令长得何等模样 长短嘛 与君侯也不相上下 这脸嘛 与我长得差不多呀 何时的帐八长矛 那长矛啊 苏有两帐左右啊 这古城县令莫非是三 赵仓 那县令尊姓大名啊 只听人讲叫都带王 这姓名嘛 无人知晓喽 所以不太派 JACOB 好 公侯 你带上些银两 到故城去打听一番 若是三弟 那最好不过了 若不是 就连夜赶回来 好 两位皇嫂暂且在此处安歇 明日若不见你回来 武姬与皇嫂进城去会你 好 去吧 多加小心 好 驾 驾 驾 好 客官万能 客官 客官 请来住店 客官请来住店 好 客官这边去 这边去 好好好 客官 客官 客官您请坐 客官请 请 客官请坐 请坐 一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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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小二 再拿壶酒来 阿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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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问掌柜 天到了这般时候 为何这街面上还如此热闹呢 客官你是从外地来的吗 往昔这荒凉古城乃是强途出没的地方 日头不落就都关门庇护了 如今来了都带王 百姓安居乐业 世荣也变兴旺起来 再说都带王天天晚上都要四处巡逻 大家在街头迎候 也慢慢也就形成这夜市了 热闹得很累 原来如此 不知带王何时巡见 就要来了 都带王群城来 快点 快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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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大爹可好 好 众位好 众位好 吃快瓜 好 多谢了 多谢了 众位好 众位好 好 众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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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众位好 贓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哥 二哥 如今你们在何处 启禀大王 外面来了一个客商 自称是大王的乡亲 请求觐见 从何处来 支支吾吾声称自济桌而来 自袁绍出来 莫不是奸细 此人虽是客商打扮 却不是客商 小人看他像是一个奸细 把奸细给我押上来 走 大胆奸细 竟敢来古城送死 快说 你来刺探什么 都带王 不认识下官了 是公侯 老孙 你从何处来 想上岸老张也 大哥 二哥到底在哪 慢慢将来 请 请 自徐州失散以后 不知大哥二哥逃往何处 安老张四处寻找 来到刺城以后 那狗县官十分可恶 竟敢抓安老张去献给曹操 岂有此理 那后来呢 去小娘子 俺斩了他的狗头 掌管了这所县城 自封了一个县令都带王 来来来 喝 好 来 干 切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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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着这满桌的美味佳肴 还有食材三将军寻结实的威风情景 义得可是一方小朝廷了 好 只是黄叔和云长受尽坎坷 安老张无时无刻 不再思念二位凶长 什么他娘子山珍海卫寻结完睡 只不过是消丑姐妹罢了 好了 苍天有眼 大哥健在 俺桃园兄弟又可以重整旗鼓了 阿秀 二位皇嫂是否起身 官将军 二位皇嫂已起身梳洗 哦 请向二位皇嫂请安 并带官毛禀告 孙谦昨夜未归 故城内定是三弟无疑了 此刻我先去城内与她会晤 随后接二位皇嫂进城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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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行 好帅啊 客官 完睡以后再进城 哎 官某前来会我家三弟张义德 还要完睡吗 什么张义德 这里只有都带王 完睡 什么 什么 老子不上 这 谁敢阻拦官云厂 官云侯的马头 快 快 谁 走 周桑 先不吧 什么 二哥果真在曹云之中 是的 我闻他逃了曹草 莫非撕花当真 是的 是权宜之计 什么 权宜之计 简直是忘恩负义 三将军 莫有误会 是吗 官云厂领兵砸了水关 前来攻打古城 什么 黑枪被拔 是 三将军 三将军息怒 下官与云长是义气已来的 你 三将军 你果真是奸细 三将军莫要误会了 我要误会 给我拿去 给我拿去 黄姐 黄姐 洗洗洗吧 好爽快 马上见到黄叔了 那时候再洗不迟 夫人 启禀二位夫人 三将军和二将军打起来了 快速备车 是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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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将军 三弟 你给我滚 三弟 难道你不念《桃园结义之情》了吗 三弟 你还配说桃园结义 你投降了草草 背弃了大哥 三弟 你贪功名屠富贵 今天又来加害俺老张 还要与你拼个死活 看到 看到 军某 绝无降草之意 只是为了保护二位黄嫂 二位黄嫂就在前面小村西起 你可去问问二位黄嫂 废话声说 你把俺老张当成了三岁的顽头 二位黄嫂足不出户 岂止你在草里的勾当 三弟 你果真不忍于凶了吗 你想了草草 让我如何任意 三弟 桃园结义 诗人皆知 你我这般厮杀 岂不被诗人指敲 二位黄嫂 就在前面的村里 你可速接进城寻找大哥 冠王 愿四文一死 一鸣刺心 军侯 你不能啊 军侯 三将军 你好糊涂啊 好糊涂啊 三叔息怒 三弟 二叔碧玉降草 三将军侯 岂不知你等下落 只是暂七身草影 他既身许多 也是出于无奈 黄嫂 莫要被他瞒过了 禁止你哥哥在冀州 特不必贤阻送我们到此 三弟 你不要怪他呀 三弟 你错怪了云长 忠臣宁死不辱 大丈夫 岂有誓二主之理 三弟 你我兄弟争斗失效 接二位黄嫂进城才是 三弟 你还是接我们先进城吧 请二位黄嫂入城 快走 快走 启禀孤大王 蔡羊带三千人马来攻城 好 姓关子 你好狠毒 为何勾引曹兵来灭我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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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三弟 快开门 开门 三弟 禁关子 快叫太阳千蓝送死 三弟 请起开城门 你我兄弟 共守城池才知 姓关子 你好计谋 要与那蔡羊 理应外合 杀俺的措手不及 俺老张虽鲁莽 你别忘了 俺是粗重有心 我上你的当 三弟竟这般财毒关锋 三弟 三弟听了 关锋 愿拼上一丝 摘取蔡羊的手机 以表我的真心 好啊 你果有真心 三动骨吧 你提个太阳的手机来接我 你快走 蔡老将军请了 姓关他 丞相百般抬着你 你就忘恩负义 蔡某与你无冤无仇 你何故批我的外甥 还不前来送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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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这河北道上乃是强途出没之地 二哥一路之上要晚出早归 则大路而行 平安到达冀州 早日搬回大哥才是 三弟放心 只是你平日坐视粗鲁 鱼兄唯恐你 怠慢了二位皇嫂 所以 二哥尽管放心 就跟老张粗鲁愚钝 昨日才委屈了二哥 俺岂能一错再错 二哥 你千里迢迢来到古城 还遭俺老张一番折腾 为些一日办事 又去寻找大哥 小弟这心里 三弟 都是自家兄弟 何处此言 时辰不早了 三弟请回吧 二哥 请上马 三弟 快进来 二哥 二哥 四哥 五哥 三哥 四哥 三哥 一哥 五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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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将 通名 俄北大将 炎良 袁绍部将文丑 你是何人 安乃汉寿庆后观人长野 看大 好 师父 请师父指点点 不错 不错 徒儿是大有长进 师父您放心吧 你妈 张狗 都挺好的 你们就这么练下去 徒儿们 别松劲 就这么练 好 你站住 叫我们点新招 好 师父 十点的师父 好 好 师父 老者 老者可是海良湖 你 你 莫非你是官 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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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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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 你 你 老夫 以为 师徒们 今生 难得相见了 想不到 你如何变得这个模样啊 众人分传 你常然飘凶 面如重灶 我便不屑 因果真如此 师父 二十年了 师父也老了 你看我光顾去的了 官凭李旺张狗 来 你们来认识一下 这便是我的徒儿 你们奉若神明的大将关羽 关云长 参见官军侯 好 快快请起 今后 您看那春秋刀法可得法 您看像小官公吗 你叫何鸣 年长几岁 按跟官军侯同姓 也姓官 叫官平 今年十八岁 专练将军的春秋刀法 还不快回村保护信 好 去吧 师父 师父 您是如何来到这河北地带的 是普真禅师借来的 自你杀死熊虎 逃奔他乡以后 金定赶你救命之恩 一心要将终身相许啊 一日与普真禅师偶然相遇 言说 你过关战将 前往袁绍大营寻找刘皇叔 我便带金定随普真来到河北寻你 不料来官定庄后 听说你并未往袁绍处 我们便在此庄暂且牺牲 以免教练官员外之子观平武艺 以免一期与你相会 师父 普真和师妹他们都来了 来了 走 看看去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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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赐你红服 官军后回来了 白日说梦话 你又来红骗我 皇天在上 我官平若要对师父说伴你谎话 就叫他变成这个 徒儿 徒儿 你要是再来红骗我 我就不认你这个徒儿了 不 如今官军后回来了 俺要叫你师母 回来了 你去哪 温庭皇属已去汝南 将军为何又来河北 皇属往汝南后 见刘辟 攻都军少 难以立足便返回远少处了 过而来河北巡修 军后 难得与顾骗相礼相见 就在此歇息两日 下官连夜赶往冀咒寻找皇兄 那袁绍大营内戒备森业 供侯怎可独自前往 但官军这就与你同去 不可 将军不可前往 昔日 战炎良朱文筹 疾怨甚深 而且袁绍帐下的将士 军师将军容颜多有不便 不如孙将军一人前往为好 公侯 可有把握 下官来自济州 出入方便 如有不测 回来再与将军商议不迟 出入方便 一项 师妹 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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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你少哭了 你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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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刘皇叔 门外孙将军求见 快快有请 是 请孙将军 刘皇叔 公侯自何处而来 下官与官 看他 是 国家二弟可有消息 二将军与三将军已在古城相会 两位皇夫人已安居古城 此刻官将军在关定庄 离此仅有百里之药 求用茶 请 请 请 怎么样了 原本初身边坐的便是老山导师等职 此人自称能呼风唤雨 阴阳论算 在他面前切把个说假话 被其掐算出来 性命难保 此人好生面熟啊 是 刘皇叔进证 有请 原侯在上 刘备有礼 学德功少礼 请坐 下官孙前参见原侯 孙大夫回来了 那关云场官军侯可曾一同到来 此人明明是我的好友简佑 言和阳称道士 有何能神迹妙算 有何能神迹妙算 定元侯 官将军是与下官一同来到河北 但他担心曾斩过大将炎良文仇 以后空友人加害于他 故而不敢前来 因此耽搁在招商客战了 玄德功早已将官将军陪孤家 谁敢杀害他 就请大夫代孤家 请官军侯速来济州 这 定元侯 下官官小之位 只恐官将军放心不下 不如请刘皇叔一同前往 他们乃桃园三兄弟 官公定然放心而来 公义为如何 大夫言之有理 被元立即前往 慢 竖贫道直言 元侯不可轻信 刘备此番若去 桃园兄弟见面 必然远走高飞 岂不是放虎归山 后患无穷吗 高飞高怀听令 末将军在 命你二人带兵五百 将刘备军臣勘押前军 若是桃园弟兄造反 格杀无论 慢 元侯 那官云长本领高强 文言二将尚且被杀 高家兄弟岂是他之对手 不但男祖刘官远走高飞 还可能再伤二元大将 刘备 刘备 多亏邓之仙道 神迹妙算 故才未重监禁 来啊 有 将刘备推出斩了 走 慢 元侯 你若杀了刘备 那官云长怎肯罢休 无端引来一场干戈 倒是颜值有理 那到底如何是好 顾家倒要请教 元侯 自贫道来到河北大营 承蒙款待 不胜感激 然而至今未有寸功相报 元侯如若相信 贫道愿带兵五百 压留为君臣前往 他们兄弟见面之后 若有异样 贫道掐指一算便知 那官云长本领再好 贫道可事先取其首级 元侯意为如何 邓仙道果真是孤家心腹 此乃万无一师之策 一切费心 拜托了 遵命 离世 离世 远世 跳河 三十二十四十米 阿伦緣 都得被打架过 你是高山了到夜 你是万事要睡我 衷城兩江 拼絲日火 盡能瞄進 萬之夢 山額中間 中有別 大河流水 玻璃波 大河流水 玻璃波 大河流水 玻璃波 歷時 日時 調和 啊 都得 陪打這兒過 既能再走 也不走 既能迎客 也送客 不憑情走 讓久安走 天上日月 了不過 情媒主角 萬一英雄 喔 英雄自由 好人說 喔 英雄自由 好人說 喔 英雄自由 喔 英雄自由 十三世 橡張川 三世 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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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